可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姓刘 我手上这只是布朗 是一只小母狗 他胆子有点小 我们之前是在龙谷天街下面的夏天市广场 以前狗狗的活动空间比较大 就是有一个街街式的 包括有一个滑梯和龙谷活动的区域 之前有13只狗狗 最多的时候有17只 然后当时没有看好 就是生了一窝仔仔 有5只小狗 然后后面就卖掉了 然后自己留了一只北大 3月3号生的 现在也挺大的了 就留一条布了再回家 有狗的时候早就死了 没狗的时候 一零一零一零的 无际无量 平时的话 他们就在店里玩耍 然后 要东西吃啊这样子 然后晚上没有客人 下午或者没有客人 就会带他们去去这湾 平时的话 他们是15天洗一次走 接待客人啊什么的 反正大家都在玩 所以他们身上干干净的那种 然后他们有个领头叫斯坦佛 毕竟是领头嘛 所以他就会欺负所有的小狗狗 然后有个哈佛 他比较内向 他的别名就是忧郁小王子 那么就玩得特别好一个个人 哈士奇的话 我们本来就是连锁店嘛 然后后来自己单干了 然后本来大学的名字 就符合特殊一点的那种情况 然后就全部是新华北大 哈佛八成立功啊 那种布朗大学 就是来这边玩的人 可以上这些学校吧 那不是因为 他们其实从小已经习惯了 所以不要有那种什么圣母心啊 过来说 我们也不想给他穿的 只不过他们理力是太强了 所以只能只能穿尿不吃 不然的话全就自在客人身上 之前也是 因为自到有客人身上有尿 所以穿尿不吃啊 这样 来玩的话 一般小群女比较多吧 因为小群女的话 就是可以坐在里面聊聊天啊 什么增加增加感情 然后他们也会畅想未来 就想想以后自己养一条狗啊 在家里啊怎么生活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小朋友巨多 因为小孩子嘛 喜欢 现在喜欢动物的人还是挺多的 也是家里想养狗的那种 然后父母不太同意 然后我觉得养狗可能太麻烦太累了 所以会跑过来撸狗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家里有狗 然后可能是去世了啊 或者是被爸妈接到别的地方去养了 就是不在身边的那种 或者自己出来上学啊 那种 然后想家里的狗子了 然后会跑过来玩玩狗 就增加增加感情 然后也还有一种就是 就狗饮饭了那种 就特别喜欢狗的那种 那种 那种他们就是我们的好顾客 然后会买一大堆的零食给他们吃 然后我们也会试量 因为不能一下子吃那么多 因为哈尔奇的肠位 本来就比较弱嘛 然后我们这个店是19年到现在为止 然后后来疫情嘛 从21年开始就不紧气 然后一直在亏了开始 我们也没有怎么给我们补贴啊什么的 但是还有狗要养啊 因为狗开销板也就大 而且都是大狗吃的也多 七八月份之后 我们实在撑不住了 就换地方了 因为当时其实已经亏了也没什么钱了 然后就想着说到一个便宜点的 租金更便宜点的 还能给他们撑撑下去 因为这些狗 毕竟不想让他们全部散开来嘛 然后就换了 换到这边来了 换到这边来之后 疫情并没有好转 就国庆这段时间又爆发什么的 所以还是继续在亏 亏到现在就是已经撑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他那两天那个那个状态 工作状态 他妈就坐在这玩手机 在这看电视剧 我把你明天就放来了 这样我看你全一天才能发 造个信息无语的发 做一件无语的发了个信息 我们人少了 所以没办法了 没办法只能让他们领养 怎么说呢 他们都两三岁 就从小就是被大家暴打的 所以他们就特别的温顺 然后也没有什么小脾气啊什么 就特别黏人 领养的话我们条件也有点苛刻 要苏州本地人 然后在苏州有经济条件的那种 然后最好是有家庭的 一定要有养狗的经验 反正现在给他们找的都是好人家嘛 都认识了 而且也可以每天去看 算不出来可开心了你知道吗 第一接取之后 然后今天在家吸狗猫 然后住大别墅 带小狗 不得妈妈一开始找我的时候 我以为她是狗犯子 然后那时候我今天没怎么跟她聊 她是北方人 对她妈妈在北方 然后他们之前养过哈尔奇 你好我叫Emily 是这个not confused的这个主理人 店主其实很和善的小姑娘 然后基本上我去的时候看到的都是女生 好像然后她们的性格也都是只喜欢女生 不喜欢男生 北大来了之后也是就是只跟女生亲近 为什么就一眼看中了北大呢 这缘分吧 因为我去的时候 就她一个人对着我撒娇卖萌营业 然后就是不停的从那个木板下面拿爪子在勾我 然后当时也问了一下当时的情况 可能其他好多狗狗都已经有预约领养的这个领养人了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呢 剩下的没有被预约的比较少 而北大就是其中一个非常积极营业的人 所以当时可能缘分就把她带走了 她有点marble 就我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 就是如果我出了这个店 我哪怕去上个 因为我们洗手间在外面 我去上个洗手间她又要嗷嗷半天 就感觉跟养个孩子似的 北大现在为什么会带伊丽莎白圈 来的时候店主给了我们一个笼子 她想从那个里面出来 然后就把嘴划伤了 划伤之后带她去做了个小手术 因为皮那个破的地方在毛发下面嘛 不好喷药 又怕她结痂 现在在结痂 其实她一直每天蹭啊蹭 怕她伤口再挠破了 因为流浓啊什么的 就是反复感染就不好了 就每天都在打消灭针 挺帅一狗 就把自己弄成这样了 对她太可怜了 今天牛鸡在床上拉死了 其实怎么说呢 也是正常的 因为他们平时就是在店里上厕所 然后这个也得靠主人后期的训练 毕竟他们养成了习惯了已经 她一直在店里习惯了 她喜欢在店里拉 店里尿 所以她的一些生活习惯 其实不是特别好 就她来了之后 我们现在慢慢的给她进行一个改善 就是不能在室内空间里面去做一些这个 还是要每天拉出去 然后我现在还剩个布朗 布朗就直接跟我回家了 毕竟小母狗的话 在外面也比较危险 因为那种不一定的 也不让你用来小母狗用来干嘛的 我们刚起色的时候肯定是好的呀 然后就想着 这个行业想给他们养老送中 然后自己养 或者如果这个店不开了 自己养 然后给朋友养这样子 没想到疫情反反复复 就没有办法 总归现实和理想还是有差别的 然后现实就是一点都支撑不起来 因为没有来源 一点收入来源都没有 他们的话怎么说呢 就真的一点都舍不得 毕竟两年多的陪伴了 但是另外想的话就是 他们其实在这边的话 就只能吃到一点狗粮 然后吃点 吃点平时客人喂的零食 总归没有家养的狗幸福 那现在的话就是可以领养回家之后 总归比在店里幸福一点 总归因为一家人一只狗的话 肯定把所有的爱都给它嘛 在家里的话 可以给他们煮鸡虫肉吃啊 给他们买零食吃 然后陪伴他们 跟他们玩 坐 坐 坐好 起床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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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挺幸福的了现在 是啊 所以也不留什么遗憾吧 因为给他们都找到了好人家 这个时候 我们就忘了了 在一起 吃点 然后我再吃了 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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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特别 吃点 吃点 吃点